離婚後 原本為全職家庭主婦的黃真俊 成為了一名單親媽媽 為了養家糊口她做過很多工作 但這些工作都沒辦法讓她同時兼顧小孩 因而她萌生了想要創業的念頭 可是創業要有資金啊 啊我要賣什麼 我就想要創業 每次去上一些創業課程 老師說你要賣什麼 我會搞不清楚我要賣什麼 因為是想創業就對了啊 因為時間我可以安排啊 啊創業你也顧得到孩子啊 因為時間自己去安排 然後我是覺得創業來講 就不是固定薪水 我可以努力一點的活 我會收比較 因此七年前她創辦了雙生園手作坊 自行製作與販售手工娃娃 在擺攤之餘她也會去兼客 教導其他新住民媽媽 單親媽媽製作手工娃娃 結合之前她工作的教室經驗 也讓自己能夠同時有更大的成就感 到現在已經可以去教學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我們之前你說媽媽 我去就是去教學啊 或是有一些新住民啊 或是單家 我以前會這樣啊 當你沒有 沒有目標沒有方向 然後你一離婚或是 家裡有變故 你就說啊我要做什麼 都會不曉得怎麼樣 因為你都去當家裡主婦啊 你再度得到時常 你不曉得 你真的不曉得 從什麼東西開始 你又有經濟壓力 你要有小孩 所以有的人會 有些媽媽是靠救助的 就是說可能會 會有一些補助啊 放得來生活 暖息可以嘛 你不能一直靠我 靠我社會之餘 這個階段我們受難幫助 我要提升我的一些 技能的能量 你才有辦法重新站好 對啦 除此之外 他跟與其他社會單親媽媽 共同出版愛的禮物一書 並且他希望未來能夠 開設襪子娃娃主題餐廳 除了可以當作實體的店面 及工作室 剛好也可以結合 先前學會的餐飲技能 把店裡營造得能溫馨 期望親朋好友 都可以來餐廳休閒聊天 他同時也希望自己的故事 可以接力到更多人 例如其他的單親媽媽 或是生活有困難的人 請回影片 本身 anda � 未來是 орг記的 魔法